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罐有美白的功能 保湿了一下好了 啊!刚刚出完的面膜好像好深一点点 来看一下有没有涩 还有 满满的精华力 你在干嘛啊? 我在伸展脖子才不会有脖子 你不懂啊! 我的博文 不可以让这个博文会跟我这场约会 刚刚我路上看到贴膠带 可以削博文完试试看 这边真的很美! 找的很对耶! 没错! 快点吃什么! 快饿扁了啦! 最有名的就是披萨 我们来点披萨吧! 快快! 快饿死了! 你要吃什么? 诶! 你怎么不把围巾脱掉了? 里面很热欸! 不用! 好冷喔! 快快! 真的吗? 好啦! 我也好饿喔! 我会吃! 真的好饿喔! 你真的不脱围巾吗? 会沾到啊! 没关系啊! OK啦! 好吧!不管你! 我要吃了! 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五巡白医师 一般人想到博文可能会觉得这是应该只有老年人才会有的症状 但其实博文并非只有跟年龄有关 年轻人也是可能会有的喔! 博文最常见有三种 第一种是基因型 很多都是因为它有过敏的体质 那局部会发痒一直反复的去抓它所造成的 那或是也是有遗传的体质也很容易形成博文 那另外还有年龄型 就是随着我们年纪的一个增长 我们的皮肤会失去胶原蛋白变得比较松弛 那这也是很容易造成博文 那最后是习惯型 长时间如果维持某一个姿势 像是低头足啦或者是不良的睡姿 枕头垫的太高 它都可能会造成博文 但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善博文呢? 主要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是居家保养 我们可以透过保湿加上按摩去改善博文 不过这个要特别注意力道不要太大喔! 不然会造成拉扯形成新的纹路 那第二就是防晒的部分一定也要加强 我们脸部涂什么 其实脖子也要一并涂喔! 那我们防晒的话可以避免 脂外线对我们皮肤造成过多的伤害 那最后如果纹路很深的话 你可以搭配一些虎纹的产品 去增加我们皮肤的紧实度 那因为医美技术的日新月异 其实我们现在也多了很多武器可以去对抗博文 那如果是比较浅层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酸类换肤 达到角质的软化去治疗博文 那另外也可以使用雷射去改善黑色素沉淀 如果博文再深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使用电波和音波 有些人他的轮廓线不明显 那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些方式去做紧致和拉体 如果希望有更显著的疗效可以搭配玻尿酸 我们可以使用小分子的玻尿酸 填补于局部纹路的凹陷处 那它的效果会很明显 也是立即性的 另外呢也可以使用少量的肉毒感菌 将它注射在轮廓线以及脖子的上方 那这样子的话可以去预防更多 以及更深的一个纹路的产生 那多管齐下效果一定会更好哦 当然除了以上的改善方法之外 个人习惯的注意以及预防性的保养也是非常重要的 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年轻就可以不注重保养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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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